每个男人这辈子都绕不开一辆法拉利 法拉利SF90采用混合动力技术驱动 是法拉利面向电气化时代的旗舰版 其不仅搭载一台4.0升V8双涡轮增压发动机 还加装三台99千瓦的电力驱动系统 能够输出1000匹马力的混合动力 0百加速仅需2.5秒 令人极度震惊的是该车在强大的混合动力驱动下 0至200加速也仅仅需6.7秒便可完成 该车是为法拉利车队创立90周年的限力 整车外观不仅彰显个性 更是将空气动力学完美融入车身 从顶上看与其他超跑都不一样 车身侧方超大进气孔 不仅为发动机提供空气 还能为中冷气进行散热降温 车尾的机舱盖采用玻璃材质 透过机舱盖便可以亏内部设计 为了车尾达到扁平的视觉效果 其尾灯并未采用标志性的圆形尾灯 而是采用矩形带圆角设计 打开车门 一台16寸大屏多功能显示器映入眼帘 由于法拉利专注于驾驶者操控 所以该车并未有超级炫酷的中控系统 但在副驾驶前方却安装了一个小型触屏 可以方便小姐姐调整座椅与空调功能 虽然屏幕比较小 但是仪式感却很充足 这辆车采用新一代法拉利选挡模块 简约而不简单 不仅如此 就连方向盘下方的拨片也做了升级处理 手感舒适度也得到了极大提升 虽然该车售价高达498万 但依然阻止不了人们对它的热爱 尤其在网红圈 这辆车毫无疑问是最受欢迎的存在